三国演义故事梗概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 以描写战争为主 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歌剧混战和未属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 最终司马延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 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 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 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三国演义是远莫明初小说家罗冠中创作的长篇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 也是第一部文人长篇小说 全说可大致分为黄金奇异 董卓之乱 群雄逐鹿 三国鼎立 三国归进五大部分 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表现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